解决HP DeskJet 1200、2130、Ink Advantage 1200和2300多功能一体打印机系列出现的托盘卡纸问题。 当打印机因托盘卡纸而停止打印时,按取消按钮尝试自动清除卡纸。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检查墨盒检修区域是否存在卡纸。 打开墨盒检修门,托盘可能会尝试移动到墨盒检修区域。 等待托盘完全静止之后,再继续操作。 在打印机已启动的情况下,拔下电源线,然后拔下USB电缆。 请您务必在操作前拔下打印机的电源线,避免发生受伤或电击。 如果托盘位于墨盒检修区域,请将托盘轻推至最左侧。 移除托盘移动路径中所有卡纸和碎纸片。 使用手电筒照入墨盒检修区域,确保没有残留碎纸片。 关闭墨盒检修区域,重新连接电源线,然后重新连接USB电缆。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连接到电源。 HP建议您使用墙上插座,以便达到最佳效果。 打印机应自动启动。 如果没有启动,请按电源按钮。 再次尝试打印文档。 如果打印机仍然存在卡纸错误,请按取消按钮。 尝试自动清除卡纸。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确保托盘能够在打印机内自由横向移动,没有残留卡纸。 确保打印机电源已经接通。 打开墨盒检修门。 托盘可能会尝试移动到墨盒检修区域。 等待托盘完全静止之后,再继续操作。 在打印机仍然连接电源的情况下,拔下电源线。 然后拔下USB电缆,并将电源线的另一端从电源上断开连接。 请您务必在操作前拔下打印机的电源线,避免发生受伤或电击。 使用手电筒,查看是否存在可能卡住托盘的纸张或其他异物。 取出发现的所有纸张或异物。 如果当您取出纸张时,纸张已被撕坏,请检查滚筒和滚轮上是否有纸张碎片, 以免碎片留在打印机内部。 如果存在碎纸线,则可能发生更多卡纸情况。 打开墨盒检修门,查看内部,手动移动托盘。 如果托盘停滞在打印机右侧,请将其移动到左侧。 如果托盘停滞在打印机的中间或左侧,请将其移动到右侧。 确保托盘可以在打印机内自由横向移动。 将托盘完全推至左侧,然后完全推至右侧。 关闭墨盒检修门。 重新连接电源线,然后重新连接USB电缆。 将电源线重新插入电源。 HP建议您使用墙上插座,以便达到最佳效果。 打印机应自动启动。 如果打印机没有启动,请按电源按钮。 尝试打印文档。 如果打印机仍然存在卡纸错误,请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即使在未卡纸的情况下,重置打印机也有助于清除卡纸。 在打印机已启动的情况下,拔下电源线。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从电源上拔下。 等待至少60秒。 将电源线重新插入电源。 HP建议您使用墙上插座,以便达到最佳效果。 将电源线另一端重新连接到打印机。 打印机应自动启动。 如果打印机没有启动,请按电源按钮。 尝试打印文档。 如果打印机仍然存在卡纸错误,请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送修打印机。 请联系HP,了解服务和保修选项。 请联系HP,了解服务和保修选项。